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再聊聊白酒 一是最近白酒行业变化很多 二最近大家都在问一些长期值得关注的行业和公司 消费是最好的生意 而白酒是消费行业的明珠 关于白酒行业 最近大家讨论最热烈的问题 年轻人不喝白酒了吗 老龄化对白酒的影响 身边根本没人喝茅台五粮液 它是伪需求 白酒未来没有增长了 这几个看空观点都存在十几年了 而且还流传甚广 关于这几个问题 所长是这样看的 祝今天这篇文章来自所长会客厅 因价值事务所已是一个全网超过100万关注者的账号了 考虑到舆论影响的问题 无论是跟投资决策直接相关 还是比较敏感的内容 都没办法施入讲 甚至都不能涉及 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尽可能加入所长会客厅 对比价值事务所 所长会客厅有更加深度的研究 更加敏感的内容 更全面的陪伴 有问必答 更及时的解读 以及更多精品内容补充 中国乃至韩国 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文化圈 是比较内敛的 儒家文化中的君子六义 一大半是讲礼仪和风度的 在表达感情上 国人也是含蓄的 而酒精对中枢神经起意志作用 让人短暂失去自我控制 达到兴奋状态 白酒的特性 让它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社交润滑剂 在一个陌生场合 通过白酒 我们能迅速拉进感情 中国的强圈层文化 白酒在社交上不可或缺 有了无酒不成厌的说法 但是近年来 有一个观点流传甚广 这些年轻人不喝白酒了 就连马云也聊过这个问题 2018年9月7日 在马云正式退休的前三天 他来到了茅台集团 和时任茅台董事长 李宝芳聊天的时候说 以前我是不喝酒的 现在我唯一喝的白酒是茅台 越喝越舒服 越喝越高兴 对于年轻人不喝白酒的看法 马云的看法是 不用担心年轻人不喝茅台 会喝其他酒 45岁以后 他们自然会喝的 因为人生经历过生死苦难 才会懂得酒 马云的感觉和统计数据是相符的 根据调研数据 31岁至50岁是白酒消费的主力 占据了约7成的白酒消费 从场景上看 白酒约9成的消费 都和社交 聚会 送礼有关 其中 聚会应酬占比约4成 宴席 婚宴等约2成 商务和送礼约占两成 年轻人需要应酬 送礼 宴请的机会不多 不是这些年轻人不喝白酒 每一届年轻人 好像都不是白酒消费主力 但是人到中年 这些场景就多了 年轻人喜欢喝咖啡 吃冰淇淋 吃巧克力等 所以 茅台和瑞幸 猛牛冰淇淋 德福等梦幻联动 都是想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去让他们了解白酒 白酒文化 先占领用户的心智 但是 从本质上讲 只要中国人 还需要应酬 宴请 送礼 求人办事 那么 白酒就不会消失 中国的圈层文化不消失 中国人情社会的特性还在 白酒的需求 也会永恒存在 一旦和社交 情感搭上联系 就有了精神属性 那它就不再是 普通的消费品 这是白酒和大众消费品 最大的区别 十颗果腹 亦能遮体 这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调味品 牛奶 休闲零食 软饮料 大都是为了满足 基本生理需求 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 人对精神的需求 是不断增加的 而白酒的精神消费属性 是其他大众消费品 无法满足的 结婚生子 买房升学 高兴的时候 不太可能多炫几瓶海添味疾鲜 但是开瓶金六福 或者海之蓝 商务会谈 高端宴请 如何彰显面子 体现对客人的尊重 那选择就不多了 普五或者飞天 文化是融入血液中的底层代码 中国的文化不改变 白酒的消费需求 也可以看作永恒的 近年来 市场还有一个担忧 人口数量下滑 以后白酒消费会越来越少 事实上 白酒消费量减少 很早就开始了 中国的白酒产量 在2016年达到1300万吨巅峰之后 随后开始逐年下降 到2022年 白酒消费总量约671万吨左右 六年产量接近腰斩 但是同期 高端白酒的市场规模 从480亿增长到约1900亿 年复合增长22% 从结构上看 受到挤压的主要是低端白酒 高端 次高端白酒的消费占比 不断提升 人口下滑 国民对白酒的消费总量 在减少 但是国民收入也在提高 对高端白酒的需求 反而在增加 高端白酒的消费量 在增加 行业最大的五家公司 茅台 五粮业 卢州老轿 山西焚酒 羊和股份 也是主打高端和次高端产品 市场占有率 从2015年的14.85% 提高到2021年的39.51% 中高端白酒提价频繁 规模以上白酒企业 仍实现了收入和利润正增长 规模以上白酒公司利润总额 由2015年的500亿左右 上涨至2021年的1500亿 胡润曾经做过一个高端白酒用户画像 主要消费群体是37岁 已婚高净值男性 宴请和送礼是主要消费场景 而且这些核心用户复购率非常高 有三分之一的人每月购买 五粮业前两年大搞数字化营销的时候 做过一个开屏扫码的活动 最终数据显示 复购率高的核心用户群体 也就300万左右 按照中国人口比例来说 大概只占0.23% 1000个人里只有两个经常喝 价格更高端的茅台 占比应该更小 这很好解释了身边没有多少人 喝茅台普无老教 但是他们业绩那么好 究竟谁买了又是谁在喝 同样的问题 身边买得起一线大别野的朋友 应该也不多 像茅台这样顶级消费品的价格 并不是由社会平均购买力决定的 而是由社会上购买力最强的 那部分人决定的 他们的核心消费群体 也只有那非常小的部分群体 如果身边没有非常多的高净值群体 那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多能喝的起茅台的人 数据也强力支持了这一结论 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1000万人民币以上 数量和茅台收入高度拟合 之前五粮业开评扫码的高负购率核心用户 300万左右 和这个数据也大差不差 作为顶级白酒消费品 茅台具有奢侈品属性 奢侈品的阶级区隔性 会让它随着高净值人群的财富门槛提升而涨价 今天所长在所长会客厅发了一个报告 里面有个观点 2013至2022年 白酒龙头上市公司收入复合增速高于实际 GDP复合增速约5 9pct 预计未来10年 白酒上市公司 白酒收入复合增速在10%至14% 这里面有两个假设 一是预计未来10年 GDP复合增长5%左右 二是白酒龙头上市公司收入增速高于GDP5 9pct 这里面第一个假设是根据20大报告 2035年远景目标 需要达到国际公认的发展水平标准 目前中等发达国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万美元以上 则对应实际 GDP在2021至2035年15年 年均复合增长率不能低于4.73% 这个属于国运的判断了 当然如果你不信 就没有讨论的基础了 而且基本上所有的人民币资产 估值的基石都没有了 这点没什么好讨论的 所长仍然坚持认为 经济有一些问题 但是是周期性的 第二个 白酒龙头上市公司增速比GDP高5 9pct 这个判断来自于提价和行业集中度提升 从1954年以来 茅台的市场价从2元左右涨到目前接近3000元 市场价大概年复合增长11.95% 未来还会涨价 这个是必然的 它有奢侈品属性 它的增长同GDP无关 只同金字塔兼有钱人的财富增长有关 而有钱人财富增长的速度 总是超越穷人 超越社会平均的 另一个集中度提升的逻辑 我国啤酒乳制品两大成熟行业 以及海外食品饮料成熟行业 在经历需求增速放缓后 龙头凭借强品牌力和渠道力 持续抢占中小企业份额 竞争格局均走向高度集中 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格局 参考国内和海外食品饮料行业 中局CR5大多在70%至90%左右 预计未来十年白酒行业CR5有望提升至70%以上 白酒龙头较中小酒企的品牌和渠道优势大 在未来行业需求增速放缓后 有望持续抢占市场份额 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的是 白酒企业数量从2017年最高1593家 下降至2022年963家 且亏损企业持续增加 中小企业加速出清 市战率前五的龙头九起进一步抢夺其他竞争对手的份额 2013至2022年 白酒行业收入CR5前五大龙头 从17.4%到42.7%向龙头集中 未来十年经济放缓 白酒CR5市战率有望继续提升 参考成熟行业至70%好价 这是一个中短期问题 根据调研和各方面的信息看 从库存层面看 一 除焚酒外 大部分次高端价位标的及降酒 在2023年逐步进入库存周期后半段 累库末尾 其中 酒归酒 水景房 基本度过主动去库状态 但需求相对乏力 短期内较难进入被动补库状态 二 大型降酒 高端白酒及区域性白酒 整体仍处于累库状态 其中大部分区域性酒企大本营市场 库存仍显著低于省外市场 高端白酒核心单品库存仍显著低于系列酒 从传导链条看 中端库存并未持续上升 但中端备货意愿低 库存压力主要传导至一批商层面 酒企在指定2024年度任务层面 仍普遍较积极 上市公司层面 2024年普遍规划增速目标为双位数 酒企普遍回款启动较早 较春节而言 12月上旬至今大型龙头基本进入2024年回款期 从回款层面看 除焚酒外 四高端普遍回款压力大 高端酒企核心单品回款压力 越小于其系列酒 区域酒腰部单品回款压力 越小于其高端价位 从需求层面看 中端反馈23Q4外部需求 环比23Q3基本持平或略低 其中商务及高端消费仍处于待修复阶段 宴席等场景类用酒仍处于较好的紧急状态 但大弊端餐饮用酒仍处于磨底阶段 基于此 判断需求若复苏与持续累库之间的矛盾 将在2024逐步明晰 白酒2024或将演绎库存周期后半段 但是本轮去库的具体时间点仍较难判断 所以猜想本轮库存周期 或呈现时间跨度长振幅小的特征 本轮去库不一定引起所有酒价的集体降速 但一定会引起更加明显的业绩分化 而在这里面 产品品牌渠道及营销体系 将成为决定分化的关键要素